这么应该是蟹肉 看了刚才的短片 您是不是也经不住流口水 走 我带您去找美食去 在这个场馆里啊 我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 我突然一抬头发现了这个蟹之味馆 这个蟹之味馆啊 不明思义就有可能是跟吃的有关系 那么我们进去看一看啊 蟹粉鱼脸 哦 那这个肯定就是跟这个螃蟹有关系的 哦 再看看这边 这边还有好多蟹粉灌汤鱼丸 哎 这个 这个我最喜欢了 这个蟹粉小笼包 虽然我还没有吃啊 但是啊 看这摆盘多精致 一看就让人赏心悦目 哦 这是面 上面应该是蟹肉 哎呦 我太想吃了 是否给我拿双筷子来 我要尝一尝 草本精油大闸蟹 这个大闸蟹和精油都结合起来了 既能吃又美容 啊 因为来看了之后没没想到这个螃蟹可以做出这么多道美食就是看到去就很很好吃的样子所以我就多盯着多看了一会儿 我们要把这个呃我们这个菜肴的一些制作的方法和这个螃蟹的呃菜肴的推广呃让更多的人难过知道它咱们正好也是跟借着这次展会的机会就把咱们这个菜把它推出来然后同时呢也是加强咱们行业同行之间的一种交流 先比个剪刀手 在这次谢博会的各个展位里啊 这个谢味菜肴的展位是人气最旺的 果然是唯有生活于美食不可富啊 原来我只知道这个螃蟹呀 蒸着吃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螃蟹居然能开发出这么多道美食了 然后全面展示了咱们江苏河蟹的美食文化 在这次展会上呢 我不光看到了来自江苏石湖两代一区的河蟹 还发现了谢美食和谢文化真是让我眼前一亮 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 我要去吃螃蟹了 回见